票投郑文庭 延续TPASS 票投郑文庭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庭 与民进党国务卿的青年助选团 到基隆东岸广场进行街头演讲 陪同的有市议员陈怡跟市议员五花家 希望透过街头宣讲的方式 让二性循环站周边的通勤族跟年轻学生 能够了解民进党中央 针对通勤族TPASS跟学生学费减免的政策 让更多人知道 中央政府在今年度也宣布 公立的大学部分我们不谈 我们谈私立大学 每年我们可以补贴他们学杂费 三万五千元 那公私立的高中职的部分 都是学杂费全免 目的就是希望从教育平权开始 让每个人除了有受平等的教育的机会之外 在学杂费的负担上面 也可以相对的让他们感觉公平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也期待进入立法院之后 向中央政府继续争取 让中央政府把这个政策当作是一个常规的政策 延续TPASS支持这问题 来助选的民进党国务卿成员也特别提到 他是一个通勤的学生 所以对TPASS特别有感 我自己很对TPASS有感 因为我是从台北然后到基隆来读书 所以就是有时候没有搭到校车的话 TPASS是就是可以让我最省的方式能让我回家 然后因为学生时期你就是没什么钱 就是零用钱可能就只有那样子而已 然后TPASS的话就可以替我省下很多钱 让我能就是能顺利回家 然后同时又可以不用花到太多钱 我们首都通月票TPASS1200 这个政策是在蔡适应立委他选举市长的时候 所推出来的 那今年7月份上路 那上路之后得到非常多青年朋友 也包括通勤族的一个肯定以及支持 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每个月通勤费用 至少可以省到一两千元 那多则都可以省到五六千元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预算里面 大概只足够编列三年 那我们期待未来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 能够持续 请将票投给郑文庭来延续TPASS 立委参选人郑文庭特别选在下班时段 到东岸广场进行街头宣讲 希望能够争取民众的支持 让他能够进入国会来延续 落实更多好的政策 记者黄论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